就是督審瑞 醒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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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很節省 你認識我多久了 現在的話 我不會覺得我需要討好所有的人 所以我很能夠接受 有一群人 他不管我做什麼 他就是會討厭我 我非常清楚的記得 最後那一根稻草的那一刻 我在台南的一場演講 在台上 然後我就是真的 很physically的感受到我斷掉了 我的心理斷掉了 一直刻在我心裡面的一個留言是說 我看到他就覺得噁心 生病之後 這個留言變成是我 自己對我自己講話的聲音 所以 我會對自己講說 你是一個很噁心的人 嗨大家今天會好嗎 後來到底是太太 我也不覺得你那個模式轉換得太 阿滴怎麼了嗎 沒有 因為我們剛開拍之前 你的模式還差太多 我一定不習慣了 什麼模式 阿滴你不要這樣 我要轉換一下 你轉換太快了 跟不上你的速度 看大家見過了好嗎 歡迎到迪克太太 哈囉 我是阿滴 很開心 來這邊 跟迪克太太聊天 這幹嘛越講越小聲 不是啊 你是 你就這麼害羞 我想說我是不是要 內斂一點 好 大家對於阿滴的印象 其實他就是有一個妹妹 滴妹 然後順帶一提 滴妹快30了 對 之後就要改叫他滴姐了 真的 我跟太太講好了 我們就要一起發一篇文 然後就幫他證明滴姐 然後太太會送他一個便額 對 這樣之後就 大家就不會叫我滴姐了 可是你不是很享受被叫滴姐嗎 我很期待可以脫離這個身份 感覺你就是很照顧妹妹的人 是爸媽逼迫嗎 我覺得跟生長環境相關 因為我是小學的時候 就在新加坡讀書 那個時候我跟我妹妹兩個人被丟過去 然後加上我們那一家子都是女生 所以我跟我的大表姐小表姐表妹 然後我的妹妹 四個女生一起住 所以成為一個全家唯一的男生 我從小就有那種 我要保護大家的那種感覺 所以會特別照顧妹妹 然後也會照顧姐姐這樣子 可是你照顧的方法還蠻全面的 到時候連事業上面都一起照顧到 其實我現在慢慢在修改這個做法 應該是說已經修改成功了 就是我不會強加我自己的價值觀在可能別人身上 之前會 像當初我跟滴妹一起開始阿滴英文的時候 我就有強硬的把自己的一些工作觀念壓在他身上 就是說你應該是要 比如說這個時間就是要努力工作 不能休息 然後接下來我們的排程應該是要非常有秩序的 然後我們要非常自律的 你如果要開頻道的話 你應該要開一個知識型的頻道 所以他一開始我其實叫他去開一個滴妹中文 然後甚至他還考到了一個中文的研究所 為了這件事情 但後來他想一想之後 他真的覺得這個東西不是他喜歡的 他覺得不會走長久 所以後來他還跑出去開了滴妹的頻道 然後甚至是他開了滴妹的頻道之後 我也是跟他講說 我之前過去的成功經驗是這樣這樣這樣 那你做節目要有系列化 然後你要怎麼 你不要太就是沒有計畫的 就只拍一些廢片 但後來慢慢的我發現 其實每個人的工作習慣是不一樣 當你太強租自己的觀念在他身上的時候 他其實一開始可能會 你會覺得他走得很順 但他其實是走在你的背後 或是你的陰影底下 但說真的他很多時候 可能有自己想法的時候 會被你壓抑下來 所以我現在已經調整成是說 我會先聽他的想法 或是任何跟我共識的人 我會知道他們的 在這件事情看法是什麼 然後我會也表達我的想法 那我們看能不能夠找到一個 共同前進的方向 所以現在你應該很開心 換成你走在滴妹的陰影之下 我剛剛看你的表情 我就知道你已經想到要講我 回我什麼話了 現在就是我們各走出了自己的路 然後我看著他我也覺得很慶幸沒有 一直用我自己強制照顧者的這一種方式 把他推向我想要推的方向 所以他現在你看飲料店 其實飲料店我幾乎是沒有任何的插手 都是他自己在弄 我會覺得哇賽就是 他現在做的事業體已經比我還要大了 像我的話我一直都是家裡最小的嘛 好那我問你 你比較希望有像我這樣子的哥哥 還是目前狀況? 我覺得人都是想要自己沒有的東西 我也覺得 但我還是不想要滴哥這樣子的哥哥 為什麼? 不喜歡被管 不喜歡被管 然後你又要什麼 給他一個schedule 而且他剛剛還淡淡的說 滴妹之前在拍廢片 他深深的把他這樣子藏進去 以為我沒有聽到 沒有啦很棒廢片很棒 我跟你講現在YouTube流行廢片 你現在不就在拍很多廢片嗎 你也是趕上這一波潮流 我就跟著他 我就跟風仔 對啊 對啊 心態調是很好 因為之前阿滴好像走出憂鬱症之後 就開始有點覺得想要 放回自我 我看起來是想要做一些實驗 就做這些做這些看我喜不喜歡這樣子 我現在是比較忠於自己 就我稍微比較沒有包括我一些些 比起之前 因為我之前一直會覺得 我頻道做起來就是教英文的 那大家對我的形象就是那樣子的一個 好好先生或者是一個好哥哥的感覺 所以很多事情我不能做 所以這樣我不能夠公開地發髒話 我不可以講一些就是新三社的主題 但現在的話就是 就很想講 也沒有到很想講 但是比較沒有那麼多色限 那是什麼東西讓你覺得可以不需要那麼多保守 很關鍵的一個想法是 就是跟討好相關 就我到底需要討好的人是誰 現在的話我不會覺得我需要討好所有的人 所以我很能夠接受有一群人 他不管我做什麼 他就是會討厭我 一定完全接受 我也是 來來來來 是不是 我過去的個性就是一個 我不太會交惡 我是那種可能在班級裡面 都是好好先生 然後就合適了 然後大家可能都對我印象蠻好 但都不會到真的很熟 所以這個個性到後來 變成公眾人物之後 開始做創作者 開始接觸龐大的觀眾 會成為一個很大的心理負擔 就是當隨時你看到有一個人討厭你的時候 你就會想要跟他說 其實我是在做這樣這樣事情 你是不是誤會我了 你是不是不應該討厭我 當你很極力在討好一個 完全不可能被你討好的人的時候 我覺得他是很龐大的心理壓力 然後他也會限制你說 那你就不要做這件事情去惹怒他們 那你就是可能這邊要小心一點 那邊要注意一點 現在的話我已經是接受了這個事實 就我不會去改變他 我還是有一群我想要討好的對象 但那個就是我的觀眾 以及我自己 還有我身邊真的對我重要的人 所以定義好這個範圍 我覺得對於我的心理健康有很大的進展 我覺得這真的是很多人 尤其是Youtuber可以借鏡的 先發現到底是什麼東西 為你帶來壓力 找出原因 像阿滴剛就說了嘛 也不要講說要去討好人家 我覺得比較接近的是 不喜歡人家不喜歡你 對對對 之後當你發現你往這邊偏的時候 你就再回來 重新再定義一次這個問題 你就會覺得 對啊我幹嘛要每個人都喜歡 可是 這就是人的天性 人很怕人家不愛你 第二個很怕人家覺得你不好 很怕被拒絕 對 50年以前 村裡面有幾百幾千個人認識我 但是現在是可能 200萬人認識阿滴是誰的時候 這是不自然的 自然界裡面 沒有人要去面對200萬個人 人類的進化的生物機制 對 人類的文明發展 我們是最後面快速的大跳躍一段之後 突然間 我們要一次接受這麼多的人的公開的評論 這個的心理壓力 如果沒有好好的自己消化過一遍 你就可能一開始就忍 好我不看阿 不管他阿 然後不怎麼樣 但他還是在那邊 對他還是在那邊 你只是不看他而已 到你想要去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 或是你不得不面對的時候 對 我們都有一些事情有點想要逃避 但是人生就是會很幽默的說 來吧 面對一下 不面對 你也就不用再繼續走下去了 In your face 砸在你臉上這樣子 對 所以我覺得比起忍耐 我覺得更重要的是調適性態 我自己從病裡面康復過來 很大的一個觀念的轉換 是可控跟不可控 是什麼東西到底在人生當中是我們可控的 當在生病的時候一切都變成是不可控 就是甚至是連我自己的思想我都沒辦法控制 到那個階段的時候 我會面臨到更大的恐懼是 哇我連我自己的想法都沒有辦法掌握了 到底還有什麼東西是我自己可以決定的 所以我覺得人在一生當中都是在尋找這個可控的感覺 但是諷刺的是唯一不變的就是一切都在改變 不去把這兩個塊界定開來 我覺得很容易會想要去控制不可控的東西 而心裡不平衡 當你有想做的事情沒有做到 心裡不管你怎麼樣想 就是會有一點壓力 會有個重量 你的心會有個重量 對 發生個三五次 就是你的心就慢慢有重量往下了 可能還都沒關係喔 但是真的那個太龐大的時候 你可能連你的內在的動力都會被拖掉 到不想做 我覺得這真的是非常非常準確 因為我非常清楚的記得 最後那一根稻草的那一刻 我在台南的一場演講 在台上 然後我就是真的很 physically的感受到我斷掉了 我的心裡斷掉了 他最後那一刻掉下來之後 從那一天開始 那一天之前就是壓力一直累積 然後我一直壓抑 我一直跟我自己講說我沒有事情了 我忍過去撐過去就好了 然後一直沒有去挑食 一直在忍耐 但是真的斷掉之後 花了更久更久的時間 才可以把它恢復過來 才可以把它恢復過來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 真的是一個叫做mental hygiene 的一個概念 是你必須要誠實的面對自己 不要等到真的斷掉的那一刻 才想恢復 因為如果真的生病之後 他會是一個很痛苦 然後非常漫長的過程 講認真 我看過一個 一直刻在我心裡面的一個留言 是說 我看到他就覺得噁心 生病之後 這個留言變成是我 自己對我自己講話的聲音 所以 我會對自己講說 你是一個很噁心的人 那 這個也是一個病症之一嘛 就是你會不斷的自我否定 然後進入這個 rumination 是一個反處思考 今天如果是別人對你講這些話 就是還好 你就不要聽嘛 或者是你不要去看 但今天如果他內化成是你自己 對自己的自我價值的聲音的話 你 like there's no escape 你就只能跟自己獨處的時候 跟這些聲音相處 這些聲音就會慢慢會內化 而且這個講回去到 剛剛的一個心態是 我當時還是處於一個 我希望不要有人討厭我 我希望他可以知道 我的利益是良善的 然後我做這些事情 是為了什麼目的 而不是在這邊誤會我 然後還把這個思想 散播給更多的人 所以我在不斷的想要 彌補這一塊的時候 我會把他的意見當作是 like valid feedback 會變成是 一直在一個反省的過程 然後反省到後面 更距離就是一個自我厭惡 真的生病 我覺得他不是一天造成的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一定是不斷的壓力累積 然後你不斷的忍耐 不去面對 然後真的snap之後 你到生病進去 他就是一個 他真的是Roller Coaster Ride 他是No Stive 就是倒下了 就是垮真垮掉 對 因為我自己經歷過這個過程 所以我知道在那個當下 可以多黑暗多絕望 那我希望這些分享可以 帶出來一些更正面的能量 讓大家可能相同的患者看到 會更有希望一些 你知道嗎 我在發了那個影片之後 有大概六個youtuber 就是私訊我 然後說他們也有類似的問題 怎麼辦 然後每一個都是你完全看不出來 他其實有這些困擾 然後我也覺得蠻開心 是我也可以 以我自己的經驗去跟他分享 我是怎麼樣走過去 在snap之前可以 好好的調適回來 我覺得是更好的 預防 比起治療更好 而且如果你有資源的話 我覺得 就直接預約職商師 職商師不是會叫你 照他的想法去走 對 他會聆聽你的意見之後 說不定可以點出一些 你的盲點 因為有的時候我們 就當局者 我就困在那 然後他也會幫你整理你的思緒 會給你一些新的想法 就說原來可以從這個角度思考 或者是原來這個問題的核心 並不是你現在正在煩惱這件事情 而是更回去的一個源頭 我覺得諮商很像是按摩保養 你不是等到你整個硬掉了再去 也是可以 你整個硬掉再去也是可以 但是就有點太遲了 這邊我要補充講一個 諮商師他其實是一個高度的情緒勞動 一個憂鬱症患者其實 真的會讓身邊的人蠻辛苦的 就像我自己是憂鬱症 就是受苦的時候 我其實很清楚知道 我帶給我身邊人 多麼大的負面影響跟壓力 然後我身邊的這些所謂的照顧者 他們也都是必須要輪班 因為我實在是太早了 他們就是跟我在一起的時候 真的都痛苦的指數 絕對不會比本人還要低 而且重點是你會 你也很無助 就是照顧者有時候會 我也不知道怎麼幫你 那我要聽你講 講這些東西 你都已經講過 你都重複講很多次了 我自己身為患者 我也知道我從不講很多 但我就是沒辦法控制 我就是會一直講 一直在講這些負面的東西 然後就是反處思考 所以去看諮商師 同時也是讓你身邊的照顧者的壓力 可以減輕的一個方式 所以你覺得看諮商師真的 真的也蠻有幫助的嗎 我覺得是必要的耶 因為我身為一個照顧者 其實我已經是也沒辦法了 對阿我可以體會你的 到後來我身邊的照顧者 也都去財資商 因為就會覺得 怎麼會這樣 怎麼辦而且 我到底還能做什麼 是不是我的錯 對 所以我其實很感謝 當初我身邊的 所有願意照顧我 願意在我身上花時間的 不管是家人還是朋友 因為它是一個我覺得蠻危險的工作 你自己也會被拉到那個深淵裡面去 所以我在那個當下的時候可能 比較難照顧到大家 因為我自己照顧自己就來不及了 對 但是我康復之後 我回頭看會覺得說 哇這照顧者實在是太偉大了 真的是 不是人做的工作 我覺得應該 甚至是可以特別開一集是講照顧者 因為照顧者他們本身沒有生病 但他們需要 又像是背著他們繼續往前行的時候 那那樣子的心理壓力 我覺得是另外一個層次 特別是當優醫生患者 他們很多時候會有一些 就是死亡的念頭的時候 照顧者的壓力更是大 他們會覺得說 今天我是不是漏接一通電話 他就會怎麼樣 所以我現在有一個補償心態 現在我好 我雙倍的對他們好這樣子 就有點像是貓的抱恩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他們真的是 在那個我最需要的時候 對我的付出 我現在可以回報給他們 所以像比如說太太也是 在我憂鬱症很嚴重的時候 她很照顧我 然後甚至是給我很多相關資源 因為她本身也是個照顧者 所以我現在就是會 很想要照顧她 照顧她 對對對 你是要嘔吐啊 你不要吐出來 這對你來講算是一個長大的過程 因為一直以來 阿滴是一個一直在工作 然後很熱愛工作的人 當你突然不能做你的工作的時候 身上有一部分的identity 那叫什麼? 自我認可 自我認可 整個被剝奪 就是都省瑞 醒啦 醒 醒啦 因為你很節省 你認識我多久了 等一下 什麼 因為你 因為我很節省 我很容易 很容易 但是我很喜歡反省自己 所以是省 可是你比較節省 我比較節省 你比較節省 都省瑞 哇 名字有破音字 都省瑞 有兩個破音字 都跟都 省跟省 都省瑞 都省瑞 我跟你講 有一次我去拿藥的時候 那個櫃台不是會唱名嗎? 都省瑞 他叫我都省端 然後想說 應該是我 不好意思 我叫做都省瑞 三個字都念錯了 每個人的自我認同其實是一個 對心理健康是很重要的東西 他是很生根的東西 他是一個 你的自我價值感來自哪裡 如果這一個一個的柱子 都被拔掉之後 你真的是會整個垮下來 如果大家在這條路上 先了解 人都有自己的限制在 那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特性 對你來講 工作對你很重要 對其他人來講 可能是感情對他們比較重要 對 家人對他們比較重要 我們先學會認識自己 去了解說 什麼東西對你的自我身分認同 是最重要的事情 你把它整理一下 因為你越在乎的事情 越容易影響你 對 就像你其實是因為工作 被影響到的 對沒錯沒錯 那今天我們被影響到了之後 長大其中一個過程就是 除了照顧自己的身體 還要照顧自己的心理 心理的健康 沒錯 這個是我覺得目前社會 不夠強調的一件事情 好像覺得忍過才是 對 還有說什麼 你不應該 不應該哭泣啊 你不應該去傳遞一些負面的能量啊 你應該是要呼籲大家去重視自己的心理健康 如果真的有困難 或是有什麼關過不去的話 應該是要拿出來溝通 對 而不是都埋著忍著 也可以試著觀察自己 就是你今天跟你的親友去訴苦完 你訴苦一遍兩遍三遍 當你發現你講的都是一樣的事情的時候 就愛因斯坦不是有說過嗎 比如說這邊就是一個阻礙 然後你就這樣一直走過去 或是你走不過去嗎 你還要硬要這樣走 就是其實不明智啦 其實我這邊 有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是 我之前在生病的時候也是 我遇到的問題客觀就是在那邊 然後我一直想要用解決問題的思維 去突破這道牆 但是就是沒有辦法過去 而且我又生病了 所以生病之後 又等於是又築起另外一道高牆 我還沒有辦法解決我原本存在的問題 我現在多了一道 我生病了的這個 我要怎麼樣康復 就這一道牆 所以一直用這個我想要解決想要突破牆的心態 反而讓我更痛苦 我們小時候的課題可能就是很沉積嘛 讀書是一個最自私的事情 你把它讀進去就是你的 那你就去考試就不會有問題了 可是畢業之後的人生 沒有一個是你只要努力 只要拚就可以得到的 尤其是我們這一行更是 你花力氣但是沒有辦法預期得到多少成果 他的那個成果是非常不穩定的 所以我到後來其實有養成一個習慣是 我除了工作之外 我在樹立了其他根柱子 那這個柱子是 我確定這件事情可以給我穩定的成就感 所以像比如說主辦就是其中一個 讓我覺得 幹嘛? 叮我是不是? 叮你什麼? 主辦 其實阿滴剛剛有提到說 你唯一可以控制的東西就是你自己 你上影片你出去觀看好不好 那也是不可控的 因為當你把你所有東西都覺得你做到最好的時候 丟出去你的工作已經結束了 就這樣子 對 所以與其去擔心說 接下來做得好不好 我們可以做的是 回過頭來問自己說 我的影片的質量有做到我的要求嗎? 有人就下一個了 沒錯 阿滴為什麼會提到煮飯 可能是因為真的有人可以煮飯 越煮越好吧 應該大多數人都可以 是喔 大家可以去練習分辨跟察覺 因為我們有時候真的太不知不覺了 我們很在意的東西 到底是你可以控制還是你不能控制的 第二點就是 在那些你可以控制可控的東西裡面 你真的有把它做好嗎? 對就是把你的眼光真的放在你可以控的東西上面 跟剛剛我們最前面講到的 你要討好的人是誰 這一群我覺得他也是在可控的範圍 怎麼樣都討厭你的 他就是不可控的範圍 那就是不要管他 你就是再多花心思在他們身上 全部都是負面的循環 所以carved out 真的你需要在乎的範圍 我覺得很重要 那長大的過程 就是認識自己 發現自己在乎什麼東西 然後被在乎的東西影響了 我們就會想說 好那我們要怎麼樣 不管是不要在乎那個東西 或者是找方法不要被影響 我相信不只是公眾人物啦 現在的小孩子的心理壓力 會比我們小時候長大的時候還要大 對 人跟人的接觸時間已經遠遠超過以前了 對 因為有科技的這些進步 跟現在人類互動的方式 這麼快速的演變 現在去推廣心理健康 這件事情會是 越來越顯著的重要 是 所以對於阿滴來說 他可能最近經歷了一個小小的 真的成長去變的過程 其實最終你能改變的就只有自己 你能掌握的就是我怎麼看這件事情 跟我要怎麼去對這件事情做反應 對 就是著眼在可以控制的部分 對 所以這就是阿滴長大的分享 長大了 感謝大家 那今天就算了 如果你喜歡我影片的話 請幫他按讚跟分享 如果還沒訂閱的話 請幫我訂閱一下 謝謝收看我們再次見 希望大家對我的心象沒有破面 謝謝 已經破面了